大家好,我是陳青,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上次說完睡房改造之後,這次我們說廁所 這也是我看到朋友家裡的興奮回到我的題目 我的朋友很慘 他上次出完睡房那集,他問我是不是說的我 我現在被所有的朋友都blacklist 我不可以再去他們家,很慘 因為他們很怕他們自己的家裡出現在看人家最開心系列 唉 事不宜遲,開始今集 睡房的燈光很重要 上次說過是給你 但是廁所的燈光同樣重要 因為很多人未必有梳妝桌在睡房 廁所成為了他們化妝、整理而用的地方 另外,洗澡後怎樣照得自己的賞心越露一些 怎樣用光線照得自己漂亮一些 心情都會好一些,會有些自信 做人最重要是有自信 不然外面的坊間有些梳妝鏡連圓圈的燈框 這些平均的光線打在臉上會更加漂亮 而且瞳孔有個圓圈會更加大 顯得更加閃亮的眼睛 整體看起來會更加有氣質 我們首先說到洗手盆上面的燈 這是最重要的燈,我們千萬不要忽略它 最好就是鏡的兩邊會有兩支迫燈 我這裡有兩支充電燈去扮演燈的擺位 最完美的就是兩支迫燈放在鏡的左右兩邊 你有沒有見過藝術背景的梳妝鏡 其實我們就是扮演它的設定 這樣的佈置可以將燈平均分布射到自己的臉上 照到自己的臉上的瑕疵之餘也不會太厚 可以讓我們自己修正一下哪些地方需要補救 我意思是化妝,不是整容 如果你們的鏡頭很大 但廁所未必夠位置放在左右兩支迫燈的話 你可以試試考慮將一支燈放在鏡頭的上面 光線在上面打下來會比較嚴重 但你的眼窩、鼻影、腮骨會比較出一點 因為光線在上面打下來會有陰影 至於單邊打出來的光線 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單邊打出來的光線反差實在太強 我們不是拍戲,我們不需要那麼努力的光線 單邊打出來的光線一邊好光 一邊陰影實在太強烈 拍戲就OK,你可以營造氣氛 但在家裡家用就不需要那麼驚恐的光線 無論你將會裝吊燈或逼燈作為你的梳妝燈也好 我們最好都是放在眼層以上的光線打到臉會比較好看 你們有沒有看過鬼片呢? 如果光線在下面打下來會… 光線在下面打下來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你千萬不要想在你的廁所裡裝一支台燈 因為它永遠都會矮過你 光線只會在下面打上來 你的眼袋、虎紋、魚尾紋這些表露無遺 我想大家都不會太強迫 只想找自己的瑕疵出來吧? 我想Vanity Mirror的燈就是想自己照得更漂亮 還有一個我覺得大家最常犯的錯誤就是天花燈 實際一點,香港的廁所或英國的廁所都不太大 好像會裝一些很大型的吊燈在廁所裡 美國那些就可能會輕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用一些很基本的光線 加了廁所、迫燈就完成處理了它 但是很多時候我會看到天花上面的光線 只有平均分佈布滿了一個天花上面 完全沒有想過佈局 大家要留意洗手旁你平時站在前面照鏡的位置 上面的光線,我們叫做耶穌光線 大家都知道光線是一支聚焦的燈 如果你正在洗手時,上面有一支耶穌光線打到頭頂時 你頭頂的髮線,髮線就會表露無謂顯得更加稀疏 因為我們的頭皮是反光的 髮線打下來就會更加少頭髮 我想大家都不會想放大自己 究竟有髮線的髮線 究竟有多濃密 是不是這樣說會好一點 無謂自己嚇自己 所以每次我們去朋友家 如果有一支髮線,我會避開才會洗手 這樣對自己會恐怖一點 下一個我想介紹給大家就是玻璃浴瓶 我本身對Shark curtain是有恐懼的 因為我小時候看太多恐怖片 我經常都覺得用Shark curtain 關上後,我洗澡的時候 總會有人拿著刀在浴簾等著我 然後我洗澡,打開浴簾的時候 就會哈哈哈哈 所以為了減少這些恐懼 我只會用玻璃浴瓶 起碼我看不到門口 即是說,就算我正在衝進去 有人進入屋,而他要追殺我 他打開自動門的時候 起碼我還有一段距離 我看得到他 我立刻拿東西也好 用水牛射給他 究竟我活在一個什麼危險世界裡 但一個人住 我覺得這些危機意識是必須有的 Anyway,說回玻璃浴瓶 因為玻璃是透明的 他本身是透光的 所以他沒有視覺的重量 我們大佬就算看到他 也完全不會干擾視覺 因為他本身是透明 我們可以看穿後面的東西 所以一塊簡單的玻璃浴瓶 比起複雜的裝置或者浴簾 可以令到空間更加擴大 更加統一 可以看穿整個浴室 令到空間變得更加大 我自己會建議用一塊 最簡單的玻璃浴瓶 由底沖到上頂 沒有格格的,沒有多餘的細節 雖然看上去少了一些脆微 但相對於一個細的空間 我們是不需要這些東西的 頂多如果你想找多些細節 Fneed Glass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Simplicity 越簡約就會越乾淨 如果我把兩個廁所放在一起 你就會看到用最簡單的玻璃浴瓶 看上去就會看到左邊的浴室比較大 因為你看上去不會看得深一點 然後我想說的是硬件部分瓷磚 我想看得到我的觀眾 廁所也不會太大 老實說 香港的觀眾也好 英國的觀眾也好 如果你有一個很大的廁所想翻新的話 DM 我幫你考慮一下 如果你的廁所空間不是太大 你用一些小小粒的瓷磚 因為很多線條、很多圖案在牆上 它們會拿到我們的注意力 增加了視覺重量 視覺上就更加混亂 你的眼睛不會看到它們 令到更細的空間變得更加局促 用大一些的瓷瓷或重複的瓷瓷 可以令到你的廁所變得更加大 因為它們越大的瓷瓷越少接縫線 視覺上就更加乾淨、淇淋、沒那麼混亂 因為我們看到的面積是統一和均勻 記得不要貪心 選太多的物料在一個小的空間裡 選一種雲石狀那種瓷磚 三、四種物料撞在一起 再加上你本身有90萬個人物件在廁所裡 沒有人可以幫助你們提升廁所的氣氛 我的觀眾很聰明 用淺色的瓷瓷可以擴大空間 不明白嗎? 因為淺色的瓷瓷可以反射更多的光線 視覺上你就會感覺到像牆壁噴厚了 令到空間更加空曠 但不代表整個廁所都需要用到白色 在廁所吹頭、梳頭、整理而用 我們都會脫出很多頭髮 尤其是洗完澡 淺色的地下就會令到頭髮更加顯眼 我不是說用深色就不用鬆得那麼密 我們定期清潔廁所是基本 那些淺色的地下會令到脫出來的頭髮更加顯眼 使用上就不是太過討好 你不要說男士脫頭髮 女士長頭髮其實都脫出很多頭髮 如果你讓我看到地下、廁所整地都是頭髮又不鬆 如果我這麼顯眼,我會想 究竟你有沒有掃地? 所以記得廁所用深色的磁磚 金屬配件的髮質除了應用在廁所之外 廚房也是同樣道理,大家可以記住它 我會說同一個空間 如果多加兩個金屬配件的顏色就會出現問題 金屬配件包括花灑龍頭、洗碗龍頭 燈飾、廁所、假毛巾、假門的把手 任何金屬做的東西 如果廁所多過兩種金屬的話 我就會認為是一個錯誤 或者已經出現了視覺混亂 我自己習慣了把所有金屬配件統一做同一種顏色 看上去更漂亮、更加Cohesive、更加統一 但如果你想用多過一種金屬的話,沒問題 只要兩種金屬選擇配色就可以了 三種的話,踩踩地計 四種完全沒有經過大佬思考 我自己強烈建議 你盡量跟兩種金屬就好 沒那麼悶之餘,還可以玩兩種金屬的平衡 你可以分析不同的金屬和本身的硬件 多過兩種數目的金屬 在我而言是一種錯誤的決定 至於怎樣界定為同一種金屬呢 我就會覺得不要把太近似的顏色或完結放在一起 否則在我角度都是一個失敗的嘗試 即是說拉絲黃銅和墊面的黃銅 因為表面其實是不同的 或是黑色和黄銅的顏色是有點不同的 它比各自獨立體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只會變成一個錯誤的嘗試 即是你很想找一些差不多類型的金屬,但你失敗了 因為這些差不多類型的金屬,在視覺上實際上有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想混合兩種金屬,就要找一些有 contrast的金屬 例如打沙的黃銅配雅光的黑色 這個組合很好看,非常之不同 因為它很極端,但放在一起搭配得很好 或者雅光黑色配cropper,紅銅都可以很漂亮 或者紅銅配chrome 這些高強度的對比,會告訴別人,你故意這樣選擇 有目的的,而不是嘗試找些差不多的東西放在一起 至於怎樣分配金屬的顏色 我就習慣用功能去規劃金屬的配件 例如出水的水龍頭為之一組 掛東西的東西,毛巾架,刺紙架,掛鉤等一組 廁所裡的櫃桶手抽為之一組 如果你洗手盤上水龍頭用打沙的黃銅 然後突然想玩些花款 你覺得洗澡那邊花灑要用chrome的話 這就是一個錯誤 一定要記住,出水為之同一個功能 你就需要用同樣的物料顏色 如果你選擇了最大眾的chrome作為出水的功能 其他東西就會選擇雅光的黑色 還有不要忘記 梳妝鏡的鏡框和廁所裡的燈色物料 這些都是金屬要考慮的因素 我不會混合不同的功能和金屬 我們一定要保持持續性 我們告訴大家,我們的選擇是經過有深思熟慮 有鋪排過的 今天最後一個要說的就是貨倉門 Barn Door或者拖門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興起 沒錯,拖門真的可以省很多位置 你不用預留空間開關門 至少省幾呎位 你的浴室可以多了一些活動空間 它可以用到的地方很多 只要你腹腸夠闊就可以了 睡房、廚房都可以用得到 但是我最討厭就是用在廁所 你們看陳車的channel 當然想拿最忠誠的意見 好,我們面對現實 廁所我們面對兩個問題 聲音、氣味、拖門是完全幫助不了你解決這兩個問題 廁所拖門絕對不是一個很好的idea 先不說設計外形 如果我們只是說功能的層面 其實坊間還有很多不同的門的設計款 可以用在廁所裏面 如果你面對空間有限 你一定要用拖門的系統的話 至少都選擇一些pocket款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總之是隱藏式拖門 它起碼提供到一個功能性 可以關閉到門 Barn Door是不能提供一個密切的空間 它燒不到廁所是有拉隙的 第一,廁所是有濕氣的 第二,當你辦大事的時候 拖門是不能替你遮蓋聲音、氣味 我想大家都不想外面吃飯的朋友 會知道你昨晚有沒有吃錯東西 不過簡短一句,我真的很討厭拖門 不僅使用在廁所 廚房、睡房、尤其是睡房 它本身是無法隔音的 我覺得拖門應該是需要廢掉 不要再用它了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在於我個人而言 吃得、睡得、吐得和啪啪啪 是人生最重要的這件事 即是說我們說了睡房、廁所 如果大家有興趣聽廚房的建議的話 歡迎留言加一告訴我 我們下支影片見,拜拜